山东队现在领先三分 电雨航 过两个 又是一犯规 哎呦 六二加一 太厉害了 山东队的进攻更强 而江苏队的防守更好一点 所以我们看看今天这两支球队 能不能够把自己特点打出来 来抑制对手的特点 小丁那还没有真正攻呢 对他还没有出手 轻了自己再补好球 这是他的第一次强攻 强攻正面的东西得分 因为他现在 手感虽然拿到长篮板 往前转电雨航人太多了啊 连续过 还缩在来一下 这是过的第四个人 对 音乐雨航进去 这是第一目的 篮板球啊没有挡人 都三分了 电雨航三分 嗯好球 他恢复的不错 对 看张忍军自己过来 抛球这个 下篮下 要拿分了 有所生活 造你犯规 电雨航这个球啊 进不进的都两说着 这十个犯规 对 看到他们的这一场比赛说做的那种准备就是一定要不让你进三秒去 山洞现在领先三分 电雨航 过两个 又是一犯规 哎呦 又二加一 太厉害了 二十九个再罚这一个整好凑个整 三十啊不找钱 这个球啊我觉得判的 哦他是觉得这一下 二加一不应该 他是觉得这一下好像是 抬脚有一个 对曹飞的攻击动作 虽然虽然也没投三分 对虽然他因为两次没投进 他有点那个有五个人缩在里头 二加一 还有效啊 电雨航 情况下的出手 是他这个赛季一个明显的进步和提高 夏天在 NBA夏季联赛的历练啊 这是一个重要的成果 看一下这个啊 高速的一个 就就拉 哎呦 但是没有完全断走 好球这个转移漂亮 嗯 陶汉林啊 这一段时间打得不错 他两次前掌篮板 有点上 啊现在有啊对对对对 最后一截主要还是用呼鲁克尸的 好球 冲起来了啊 默泰一毛腰提速了 老三 再往里改 又冒掉了 吴冠西 哎呦 这次够强硬啊 哎 小心 这是要吃剃了 这个球桃花莲手 不看掉的也可以看 我们看这下下来之后 这个是要吃梯 这是追着骂 像英文的MV里头叫Tunting 就是你去羞辱对手 你去干嘛 再传回来 失误了 防得不错 继续走 没问题 产品给手势 有力进攻 就回去了 今天的主角拳 我们是给到了丁雁宇航 本赛季常规赛的本土MVP 在级球赛的第一场 拿到了到目前为止的 31分50%的投篮命中率 三分球也是50% 还有五个篮板 可以说堪称完美 他典型的那种外援式的球员 对 你说球不在他手里 但是一旦拿球 立刻会彻底改变防守 这是主场 现在摆个什么的 关门 关门 没关住 防守强度一下子就下来了 你们得帮我 一下子就下来了 说再见 有点意思 这个暂停也就没有再叫了 因为四分确实没有办法再追了 最终全场的比分 104比100 山东队像刚才苏老师所用的那个词一样 有惊有险 最终在克长通过了这第一站 下面 然后下一次 下面 下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